欢迎来听好说 最近浙江有一起离婚案引发了不少关注 案件本身挺简单的 秦女士跟杨先生结婚三年育有一子 婚后秦女士一直在家里带孩子 丈夫在外工作 夫妻双方因为产生了矛盾 起诉到法院要离婚 秦女士认为自己当全职主妇 照顾孩子料理家务 负担的家庭义务比较多 所以要求杨先生从双方结婚之日起 按照每个月5000块钱的标准补偿 共计19万 浙江的法院认可了秦女士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但是金额不是19万而是1.5万 除此之外孩子归秦女士 杨先生一个月再给700块钱的抚养费 有粉丝就跟我感慨说 干了三年才拿1.5万 平均一个月不到400块钱 这也太贱了 我明确回复 你还嫌便宜 要我说最好一分钱都别给 这么说吧 如果浙江法院真的抽了封 给秦女士赔了19万 那么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算完了 也回到解放前了 因为这相当于国家认可当家庭主妇一个月的工资5000块 你要知道中国目前有6亿人月薪不超过1000块 你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 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如果当家庭主妇国家认可一个月应该给5000块的话 那么绝大部分的中国女性根本就不会工作了 直接结婚就行了呀 那从此之后 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要跌到惨不忍睹 妇女会被重新打回家庭了 无数前辈抛头颅撒热血的成果就此完蛋了 如果浙江法官真的这么判 那么对社会的危害绝对大于当初的南京彭域案 简直遗害万年 千到万寡都难输其罪 所以法院驳回19万的申诉 非常正确 我坚决支持 我倒是希望能够再彻底一点 那一万五也干脆别给了 真的我都想不通 婚姻法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 这女的为什么还不知道自己要努力工作赚钱呢 居然选择当全职太太 我真的是只能和和了 之前好说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我苦口婆心的劝 在中国当家庭主妇是最烂的职业选择 没有之一 那你说法律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话你都不听 非要从事这种既没有无险一金 又没有周末双休 一个月才能收入400块钱的工作 你这不是自己作死吗 如果是成年人自己作死 其实也无所谓 你有选择的权利 你有犯蠢的权利 可是问题是你连累了孩子呀 两岁的娃 从此跟着没有收入的妈 爹一个月给抚养费700块钱 请问你这个当妈的是准备把两岁的娃扔到家里 自个儿出去赚钱呢 还是从此一个月拿着从前夫那边要来的700块钱 继续当你的全职主妇呢 所以咱为了保护孩子 为了不让孩子再受害 不如这样吧 我建议从此之后 结婚之前 夫妻双方都来一个结婚资格考试 考试内容就是新婚姻法 这个案例就可以放到考题当中 咱们就跟考驾照一样 科目一和科目四不是满分100分 考90分以上算及格吗 新婚姻法考试也是一样 考核通过了才给你发结婚证 这个法子绝对是救人无数 功德无量 哪位有兴趣呢 你拿去做个提案吧 我不要版权 免费送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来听好说 如果你觉得这节目还有点意思 记得支持支持 给我捧个人场 点点赞哦 关注一下吃不了亏 订阅一下上不了当 好说好说 咱们下期再会